高光时空 新闻继续 刚刚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我国首个国产移动操作系统 华为原生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发布了 这也是继苹果、iOS和安卓系统之后 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 我现在就是在原生鸿蒙的发布现场 今天的发布吸引了近5000人到场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原生鸿蒙的字样 标志着从现在开始 我国首个国产的移动操作系统 正式面向所有消费者进行公开测试 这也是我国信息产业的重要突破 据介绍此前已经发布过的鸿蒙系统 由于系统底座仍使用了部分AOSP开放源代码 而不得不兼容部分安卓应用软件 而此次发布的原生鸿蒙 实现了系统底座的全部字眼 系统的流畅度、性能、安全特性等提升显著 也实现了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 其实我们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 三十年、四十年甚至走过的路 手机的续航、安全和隐私保护方做得非常强 版本每天都在迭代开发 所以这个更新进步非常非常快 我们再用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我们这个鸿蒙原生的整个生态能够走向成熟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0多个鸿蒙原生应用和原服务上架 覆盖18个行业、通用办公应用 覆盖全国3800多万家企业 原生鸿蒙降低了接入新系统的难度和成本 流畅度提升30% 很多应用一天一个版本迭代更新 确实在过去的将近20年的时光当中提到移动操作系统 我们往往都会只说那两大系统 就是苹果、iOS和安卓 那么想要自主开发出一套完整的移动操作系统 究竟难在哪呢 这一次原生鸿蒙的加入 会为全球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来一谈究竟 操作系统的搭建都需要基于一套技术内核 过去的操作系统 基本上都是由UNIX和Linux两大内核研发而来 包括我们熟悉的苹果、iOS和安卓系统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再基于这两个内核进行研发 技术底座就不具备自主性 而这次的原生鸿蒙 让我国第一次摆脱了内核的依赖 创造了一个鸿蒙内核 因为有了自主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有效的解决安全性 因为底下的东西如果不是你自己的 你说我要做个什么这个防护那个防护 人家不同意你是干不了的 这样子的话呢 我有了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平台 我在上面就可以设计很好的这种架构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用户的数据保护得非常好 网络连接保护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操作系统国产化的难点 在于用户 如果所有的软件开发者 都只有在原有的安卓 苹果iOS系统上进行研发迭代 即便技术研发实现突破 仍然无法形成中国真正意义上 自主可控的移动操作系统 所以此次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布 背后是我国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同时原生鸿蒙实现了手机 平板 汽车座舱等多设备多场景的互联互通 我们按照万物互联万物智能这个时代 我们来开发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就是鸿蒙 就是用一个操作系统能解决所有的这个 无论是手机还是平板 还是我穿戴的手表 还是我们的工业的机器设备 还是我们的交通运输 医疗教育 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个所有类的终端 这是我们这个鸿蒙操作系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 目前支持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已超过10亿 注册开发者675万 同时华为已经和全国超过300所高校展开了合作 进一步加快技术研发和迭代速度 是的 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时代 原生鸿蒙系统从天生就会具备多设备多场景 互联互通的能力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们跟随记者来感受一下 在此次活动的展区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智能识别扫码 智能AI问答 文件安全传输等多种应用 与以往相比 此次更新的应用更偏向生活化以及智能化 并且在使用便捷的基础上多了许多趣味性 除了观看视频 目前像这种的多设备互动的应用 还在阅读类文字编辑类等超30种场景应用 进一步提高了设备间的互联互通 提升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除了多设备的交互呢 在现场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像我身旁这儿呢 就有一个AI的应用 来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聊天记录 然后呢 把它拖拽到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就显示了提取日程 既地址以及导航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和它进行问答的形式 我们去到这个地方需要多久 就一会儿的时间 它就显示出了我们的具体的导航地址 其实这个功能是来源于我们小一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的技术底座是来自于我们的盘古大模型 通过新的交互进行了这个服务与问答 不仅仅是文字 这款应用还在图片识别上进一步发力 现在它可以识别图片中的文字信息 只需几秒的时间 就可以根据信息量生成文档 表格等 当然应用的智能和便捷 也让安全问题成为许多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如何进一步提高应用安全 也成为企业研发的重点 其实在工作和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需要文件传输功能 我们继续操作系统来去做交验和加密的 去分享之前呢 我可以对这个文档来进行加密 选择只有谁才能去查看这样的一个文档 当如果朋友使用一些热门的一些聊天软件 将文档发给他的好友的时候 那其他好友其实是无法打开 截至目前 华为已经有15000多个鸿蒙原生应用和原服务上架 通用办公应用覆盖全国3800万家企业 中国市场份额超过iOS成为第二 鸿蒙生态设备突破10亿